生孝阳,人生仪式,不同于草木一秋,任凭是谁,都逃离不了被欢离合,成败的事的困扰,人生时时有纠结,处处有击巴,行走在红尘深处,谁也难逃岁月风雨的冲刷和淘喜。 可是,我还是希望每个人能够微笑着面对事态炎凉,岁月沧桑,毕竟,生活不相信眼泪,幸福和成功亦不相信眼泪。 杨棉出生的朋友,早前整体运势跌宕起伏,因此部分人运势真的很普通,十月九日过后,财经官的左府吉星碧佑,好运降临身边喜事将多,观音赐福贵子进门,生活将会无比的幸福甜蜜,另外生孝阳的人事业中如雨得水,未来因争日上,往后福禄不缺,八面威风。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,生孝树羊的人,事事都会十分顺心,生活,工作,爱情,财运,都会让他们敲锣打鼓迎接一些喜事。 当然,可能在他们看来,一些麻烦的解决,一些中意的尘埃落定,一些项目的成功验收,会更加值得庆祝。 财运,小吉,本周财运大好,观音会使你的政策锦上添花,此段时间适合与政府合作项目,会很容易操作成功,也一定会实现大的盈利,寻找与政府合作的机会。 事业,中平,本周你的做事方式上要彻底的改变,不然会困难重重,突破不了事业瓶颈,尤其要在管理上努力而为。 爱情,小吉,本周感情上添花正好,一性人较佳,单身人师可趁此机会多与一性交往沟通,成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些。 多多参加一些社交活动认识新的朋友,人缘,小吉,本周我们不妨转移世界,介于时间多跟同事朋友聚聚出去游乐一下,对人际关系的发展好处多多,对重要朋友的情缘发展也是很有利的。 十月中寻你身边的贵人旺盛,因此每当你遇到困难时,都会有人愿意伸出援手帮你一把,因此做启示来会觉得格外顺手。 属羊的兄弟都是有担任的人,在一个团队中他们是无庸置疑的领导者,不论他们长远的目光,仍是对待商机的敏锐程度,都抉择了他们的位置。 属羊的伴侣进入未来十四天才运到红大紫,后才不竭进家门,属羊的伴侣们运势真恰好起来,碰着一些机缘让羊羊,闷去产羊本身的聪明才智。 但大师真正全力学会敏捷,找到合适本身的职位,并且为了生殖的权利,可是身价都不低,羊伴侣名有家以贵人辅佐,街喜却喜上眉梢,十月中寻起喜事来敲门。 祝愿属羊的朋友,财神亲自来送福快来接喜纳福,也请你们替身边属羊的家人和亲朋好友,送上最亲切的祝福。 点亮下方,并转发即可,祝福你们,喜报三元,吉祥如意,招特内福,身体健康,万事大吉。 文心提示,世间运气问题最难琢磨,而虽然说人定上天,但世间有很多是未必努力了就一定能实现,有的人明明很努力,做事方法等也对。 但偏偏总在关键时刻,有这样那样的意外问题出现,让自己失财颇财,或者是挣不到钱,这就是财运的问题。 要知道,要想真正的成功,事半功倍,财运的改变和加强不可忽视,如此不可琢磨的财运怎么来改变,除了加强自身技场外,更需要外来的技场,以协助据财望财。 好比船只在海中迷航,需要导航卡来支点一样,人的财运不好,也需要转运改运物品佩戴在身上,一求一招如意,财运广向,点击下方蓝色字体,拆开属于你的本命磨开光吉祥物,拥有它你将会使得一生聚餐手材,顺利平安,消责免难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